真是很好看的 谢谢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清晰的意识到 自己是美的 但外面也会有反馈 外面我小时候邻居 把我当洋娃娃 因为我小时候 眼睛大大的 乖乖的 他们会自动给我织猫鹰 这个应该是美给你带来的特权吧 你觉得呢 我想想看 我一直到高中 我才 有点意识 可能别人对待我的方式 和对待别的女孩子 或者女同学方式是不一样的 高中的 有一回班里 有一个女孩子 比较像男孩子这样的 不知道什么真挚 跟男孩子打起来 然后就两个人翻来覆去 我刚才骑在 打的电影前身上打架 我突然感觉到 可能 原来人家对待我的方式 就是不一样 打架的那个男孩子 可能是班里最凶的那个 莫名其妙有时候 他可能会塞一个什么吃的东西给你 然后会很奇怪 那高中的时候会喜欢那种 小流氓的男生吗 那个时候 自己很怕 交男朋友 我现在回想 家长是特别怕 你自己过多 对外表有意识 从来家里人不给 对 我觉得 对 对 包括我考上大学了 要在北京上学的第一年 他们还旁敲侧击的 就是说第一年好好学习 不要交男朋友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就不让你自己沾沾自喜啊 有什么这方面的意识 18岁时候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呢 为了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人生的道路会怎样 其实18岁的时候 我最想要的是 能够获得自由 其实我之前已经在杭州上了一年 大学 我还是想考到北京来 我不知道出去念大学的孩子 是不是都有一种被放飞 逃离的自己成长环境 就是我可以去住校 没有父母管着我 因为我们家的教育 太正统太传统了 在我的印象里 父亲这两个字 是不能有疑问的 他是一个特别正确的人 他可以对自己家人不正确 他一定要对别人正确 所以你们家实际上是一个 秩序非常清楚的一个 非常清楚 就是父主外 母主内 然后每个行为规范都比较 所以我青春去少女时期是不太开心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不会表达愤怒 也不会说不 很难说出来不 这个对我来说 心理依族是很大的压抑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同宿生女生生气的时候 我就想着回答他 跟他怎么说 可是他一回来 我对他说不出话来 就是我说你什么事情可能做的 就让我很不高兴 那个什么什么 就是我连这样的表达都很困难 然后急着就说不出来 我只能替自己的脸 他就觉得不知道你怎么 就是我会有这样的困扰 为什么考电影学院呢 考电影学院其实从小有间断性的演戏 然后到可能那个考大学的年纪 就觉得好像有点喜欢这个电影本身 其实也是可能表演本身啊 让我觉得有一种可以获得自由的方式 自由的混在 打破常规的方式都是通过这个来实现的 对 我觉得电影学院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规范自己到一个就是职业认别啊 我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电影人 因为你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社会世界 你有一定的规范了 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那时候有没有说的 哪些电影人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 非常的inspiring 我喜欢 比如说明莉尔斯特利普 我就很喜欢他早期的苏菲的选择啊 克莱摩夫妇啊 走出非洲啊 其实他到老年以后的一些角色 我反而觉得有时候有点张牙舞爪 但是他很好 他每次都是在塑造角色 他这就已经是最好的演员 嗯 小关老师 同学们都来了 八岁继出演过电影的于飞红 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 已经有了三部作品 是刘古斯的导游 同志 这两位误会了 大三时 他得到了去旧金山拍摄电影《喜福会》的机会 《喜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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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福会》是之前去知道他们要找我去拍 然后就赶紧补课 这个书等于是讲了二十世纪的一个中国家庭的这么一个历史嘛 而且坦白说 海外华人的世界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嘛 其实他们那个东西没有被中断嘛 而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断裂的东西 你去理解他们的故事 当时是什么感觉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然后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 说实话 其实当时还去想不到那么多 小说看了 然后剧本看了 然后这个人物熟读了 你当我当年二十岁的年纪这样尽可能的去 去理解和诠释这个人物 养养 开光 不大 那个90年代中期 大老师当了一年了 你去美国吗 为什么呢 一个是特别想学好英语 还有那个就是觉得自由度 还不觉得自己人生完全能掌控 那是不能掌控 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那种不能掌控 就是说我好像表面上 我从杭州到北京 已经很独立生活了 其实还不完全是 比如说你有碰到一个困难 你都可以打电话 叫朋友来帮忙 就是可不可以有一种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能够帮你完成的 你需要自己去弄 这么喜欢自我折磨 我觉得这个对我自我成长很重要 美国待了三年 我其实是寻求自己的这样自我完善吧 自我突破 因为我就像咱们在之前谈论的 我性格中很难有表达 就是特别自由地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 我待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学成了 特别的时间吗 或者什么原因吗 特别可笑 我有一天跟朋友吃完晚饭 然后我要穿过这个斑马线 到前面那个拐角的停车场 去拿我的车 然后呢我的余光 看见有一辆车从远处过来 我走走走 我余光就是感觉 这个车没有减速 就我突然本能快跑几步冲过去 结果这个车冲过我 啪刹车刹在这个前面了 就是如果我不跑几步的话 他就把我装飞了 然后第一次我就冲过去 踢着他的轮胎 然后我就用我学会的各种英文的脏话 脏话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哗啦哗啦我就发泄了一通 这是我一生中从来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笑 对别人听起来可能是 这不算什么 有点或者是可以 可以与民以为傲的事情 但对我来说是特别缺失的一块 我觉得我会了 其实我之后的经历 我也不轻易表达愤怒 就是说你会表达愤怒 和你是不是轻易表达愤怒是两回事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兴奋的睡不着觉 是不是睡不着觉 就是挺兴奋的 我就觉得我的天 我都可以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锻炼 我觉得那种自由度 我就心里我不再有一个恶魔占据着我 让我好像碰到一座大山 我不能去面对或者克服的 会觉得特别孤独吗 在LV的时候 会 会 一定会 那特别孤独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面对呢 会特别渴望爱情吗 好像我觉得 最孤独的时候不是渴望爱情 怎么样换个地方坐吗 好啊 你去 好吗 这坐的主要是我乱动腿 我老是 脚都发麻了 对 原来也是这么一个恶魔 挺有意思的这个 嗯 哎呀 好 嗯 他身上充满了某种平衡的秩序感 每方面都充满秩序 他都不轻易被打破 而他愿意延续过去的秩序 这么一个讲究秩序的人 在这么一个无序的时代 是内心什么感受 这是我一个很好奇的 一九九八年回到国家的于飞红 还尝试了制片人导演等新角色 在此期间商业浪潮 社会变化 都对他电影人的身份 造成了某种影响 似乎他再也没有碰到 像《喜副会》那样的电影 就回到这个97年 然后你对着这个开车的女司机咆哮完之后 你觉得你克服这个恶魔吗 克服心理恶魔之后 对爱的理解会增加吗 还是 好像还不仅仅局限于对爱吧 或者这么说 或者男人是对你自由边界的 很重要的扩展的方式吗 他们会帮助你 还真不是 真不是啊 对 其实很多是这种精神上的汲取 这个汲取是电影阅读思考 经历 就是去生活 生活 对 挺疏离的一个人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不喜欢把情感啊 责任啊 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你自己会很累 人家也会很累 嗯 刚才你说你喜欢读各种人物传记吗 对你来说传记最吸引的是什么东西呢 到底 他们的经历 嗯 然后你会去琢磨 他们造成的这个结果 一定跟他人物性格有关系 那有什么 传记对你影响很大了 看武则天 武则天 对 为什么是武则天呢 你发觉没有很少有人去表现他40岁以后的经历 影视剧里老 停留于他年轻时候怎么在宫里后宫跟女人斗啊 什么计谋堵死自己女儿啊 恰死自己女儿啊 我觉得他更大的震撼力是在他这个男权社会里 他跟男人斗 在这个政治远见上完全跟男人 你看过他那个施步正计划改革计划吗 我没有 非常非常有远见的 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一代帝王啊 给自己最后的时候留一个无自卑 那也是非常 嗯 非常男人都做不到吧 因为他还是十分焦虑带来的可能 他还是受惑于女人在于统治者 统治女士 那有人焦虑 人还是会有叫怎么讲 自欺欺人吧 嗯 他在他的权力范围内 他可以立一个 嗯 好像我要更要去告诉后人我有多那个啊 或者在最后一刻的发现女人的角色 依然战胜了他的一切 我觉得不光是女人 好像也也很多元界吧 嗯 跟你坦白一件事 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我还梦见你两次 真的 对不好意思 我刚刚刚刚说 希望在梦里是比较美好和友善的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对我来说挺奇妙的一个存在 嗯 但我不知道 我一直蛮好奇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那种遗憾 比如说演喜复会 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但演了很多电视剧嘛 也像小丈夫 小丈夫啊 就是她是个那么庸俗的一个电视剧 那么无聊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天是挺 有一个聪明的姑娘在我心中这么一个 你去面对这个是什么感觉呢 哦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我 首先我不觉得她用锁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通俗的剧 可能在你的审美里头 你比较喜欢起伏会那种 有文化意识感的东西啊 但对我来说我会各种 都会有一些人物的 还不是说他们人用锁 因为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面 可能是 我是说这些东西里面 把人的高度的类型化 但那种类型我没有尝试过 我作为演员 我永远不想把自己贴标签 或者固定在一个框架里头 就因为别人喜欢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是个 看很多很好的书的人 或者很好的电影的人 突然去做一个 写入了很差的一个书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不会 我觉得其实挺生活的 好吧 我不站在一个高度来看 我觉得觉得挺生活的 然后挺有趣的 他也表达了一些 当下观念里的 或者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 当然他也比较一种